咱们在陈日会合厅转游 这边有个大姐 其实我认识她 大姐好大姐好 你别走 我看这个摄影之家的活动 你经常参与 是 你还负责登记 反正为大家做事 上次那个烟村的时候 你也去了吗 我们去以后你还给我登记 大姐老家是哪儿 我还是一直不知道 老家河北的 河北什么地方 河北唐山 那你怎么没有唐山味啊 我没在唐山生过 原籍是什么 原籍 那你在哪里长大的 在河南 河南啊 在洛阳 在洛阳 洛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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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说 这是唐山人啊 对 唐山话挺有意思的 但是因为从小跟着父亲在外面 很少回老家 回老家啊 对没有在老家生活过 您这个搞摄影多少年了 我真是瞎玩呢 你瞎玩啥呀 你看管委那么认可你 我记得有一次 管委开会的时候 给你还弄了个文艺导师呢 哈哈哈 我这是纯粹是自己瞎玩 现在大家都退休了 就凑在一起 凑在一起玩 其实我摄影真的不行 还不 必须我们群里也老是差远了 你主要是太谦虚 没有没有 不是谦虚 实事求是 真的 不 我有一次我记得那个 参加什么活动 那个 他们也给我随意给我拍了一些照片 结果发到群里去以后 我看就你给我发的 给我照的就漂亮 哎呀 那是你 哈哈哈 其他的我就不太满意 啊 你就是你给我照出的 还像那么回事 哈哈哈 那是凑巧啊 嗯 说明就从这一点来说 你摄影水平不是像你那谦虚那个样子的 没有没有 真的不是谦虚 你搞摄影 就是爱好摄影多少年了 爱好是已经很多年了 我都想不起来了 反正是在工作的时候 还是在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这样 我做的时候纯属于玩 那时候是 嗯 孩子给我买了一个数码的卡片机 哦 那数码卡片机有的时候才开始玩 胶片机没玩过过去 胶片机也玩过 但是玩的很少 大概就是八十年代初 哦 但是我不属于那种像那些摄影老师 发发烧机的 人家人家专业技术也有玩了这个摄影知识也很丰富 嗯 我这纯属于自己瞎拍瞎玩 你喜欢拍这各种各种风景啊 对 风景也拍那个人物拍的少 人物拍的少 人物难度很高 哦 主要是一风景 我记得好像印象中您家是住在潮汐湖附近是吧 对对对 所以潮汐湖那边的照片我拍的 那边比较多一些 对 得天独厚 得天独厚 咱们这个摄影圈 我看有不少像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老师傅 老大姐 你像那个咱们刚才那个照相的时候 那个万大姐都八十多岁了 可不是吗 还那么执着 对 她也不是开始就喜欢摄影 也是后来肯的爱好 这也是退休以后 退休以后 对 你找一个乐吧 对 其实在拍片过程当中挺不开的 因为你随时发现一种美 对 不管是哪怕是一棵小草啊 或者是什么的 对 很有它的特色 拍出来以后 有实力 我看你经常拍片子以后 在咱们的摄影之家的一个群里面发一发 哈哈哈哈 让大家一块欣赏欣赏 对对对 习惯于每天早晨在群里跟大家混个好 交流交流对对对对 大姐是哪一年在云台买的房子呢 我买了十年了 都十年了 对 但是在买房子之前 我租房子住过一段时间 先租 先租后买 先租后买 对对对 然后就选择哪个小区 我都想不想问 松海花园 松海花园 对 你说起松海花园 怎么样的小区 不错 真不错是吧 真的不错 因为咋不错 前不久 有几天前 有网友 也不知道哪个网友 就问我 说松海花园怎么样 我给他回答说 我说这个云南西边 我不太了解 我说我不好给他做这个评判 我觉得挺好 你就带我回答一下 我觉得挺好 挺好的 为什么咱们云滩空气好 雪也好 好多人都说是被骗来的 买的房子 我老是跟他们开玩笑 就说 我说你们是被骗来的 我是来自投罗网的 自投网 对 我说我因为妹妹在这买了房子 所以跟她一起来看房子的时候 就在青岛一下车 感觉到那种山东的这种口音 因为原来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住的 您是部队的 原来在部队住 我的邻居好多都是山东买 山东的 所以那些大姐们说话的那个香音 就给我感觉到特别亲切 完了以后到青岛一下火车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真好 后来就说一定要在这买 就在这买 先租 先租一段时间 对 一开始租房子过程当中就开始看房子 后来自己觉得这个房子还比较满意 你选择的是几楼啊 三楼 三楼不高不低 三楼 还行 我们那个房子有电梯 主要是 是高层是吧 对 你们小区好像前面是多层 后面是高层 对对对 有高层的有电梯的话呢 其实楼层高点还更好一点啊 因为我买的比较晚了 那个房子基本上都卖完了 哦 买的时候已经就剩尾楼了 剩尾楼了 对 剩了几套房子 你买的时候贵不贵 还好吧 那一套房子二十来万 多大面积 将近九十平米 哦 那是 你现在的话卖都不亏 对 是不亏 对 小区的那些邻居都说 你买到了最低点 最低点就是 因为咱云 它那个出手 好多有 就有些人认为 啊 在银台买房子上当了 受骗了 是因为 他们买的个点 对 不好 一个是这个 一个也跟个人的爱好 和性格有关系 对 像我比较喜欢安静 也不喜欢热闹 所以你买的靠壶 对 我就觉得在这个地方 没有灯红酒绿 也没有卡拉OK 但是我自己过得很舒坦 自己过得很舒坦 你冬天走不走的 冬天 这已经连着四年了吧 没有走 四年没走 那你冬天没走的话 这是怎么 取暖问题 怎么解决 用电暖器 电暖器 对 用电暖器 那你的耗电量怎么样 还好 我没觉得承受不了 就是说你这么大的面积的房子 一年用电得多好 我是那个 反正就是到哪了 我就把哪个电暖器开开 一般的来说冬天的时候 就多数在卧室里 卧室里 有没有两千三千 或者多少千 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没有没有 也就是一两千吧 一两千 那温度能保持多少度啊 温度 我保持我一般喜欢 最高 不超过十六七度 那你 你要求温度太低了 对 我不太喜欢太热 跟我不一样 我得保持二十三度 二十五度 那我就觉得热 不舒服了 对 真人和人的差异还挺大的 因为从医学上来说 最适合的温度是十八到二十二度 这是人体生活的最好的温度 你当过医生吗 原来在医院工作 医院工作 我说的 医院工作 对 这个退休以后 这个再跟医再 没有任何联系 再没联系了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 自己那时候 在临床上学的那些专业 现在都远远的落伍了 现在见到人家这些年轻人 我都不敢跟人家说 我是搞医的 现在都是靠 我觉得现在的医生 我真是有点看不起 他们靠这个医 医器了 而不是靠这种诊断能力 像过去老中医 问切的 一看就知道你得什么病 你现在医院 他离开的医生 他就不知道你怎么判病了 问题是 现在他们掌握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懂 咱们也操作不了 西医的发展还是挺快的 都在进步 到了这个很细小的环节了 做什么维创 做什么手术 胆结石什么都不用去 那个寒了 对外面就给击碎了 对 现在医学都在进步 像我们这几十年都脱离临床 脱离临床了 基本上都跟大家一样 现在 我觉得这个摄影倒是一个挺好的 你不管年纪大年纪小 小儿童也可以摄影 对对 老年大再大年纪也能摄影 我觉得现在都算不上摄影 就是拍照 拍照 你自己拍着玩 反正走到哪拍到哪 经常就是随手拍 随手拍 看见人就觉得不错 您是什么相机呢 是手机还是相机 我有一个相机是索尼的 索尼的是 很简单的 很便宜 你设备上不太追求设备 设备 对 有些设备控 什么什么新设备 5D2来买5D2 5D4 买5D3 买5D3 好玩 能开不行吗 只是觉得相机比手机方便 在它能拉远近 距离上比较好 它变焦比较好一些 实际上现在一些手机也很好 对 就是好比我现在给你拍你的手机 叫微博90加 它虽然光学变焦只有3.5 但是你这个拍个月亮 拍什么玩意的 也挺好 拍个30倍 还20倍 没有压力 画质还不错 对对 我刚才看你拍那个照片 晚上那个照片拍的 哈哈哈 谢谢老师关注 没有没有 行咱们在银谈共同生活 过着自己享受的 自己喜欢的日子 对对对 挺好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谢谢大家 好别客气